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比南 我们在节目开头呢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 又有一家银行在美国倒闭了 这家银行的名字呢 叫做Republic First Ban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共和第一银行 那这家银行呢 成为了今年全美首家倒闭的银行 目前的监管机构是关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 新泽西州和纽约州运营的相关的网点 根据媒体报道呢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说呢 它已经接管了这家总部设在费城的银行 那么截止在今年的1月31号 就是2月初的时候呢 共和第一银行约有60亿美元的资产和40亿美元的存款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说 总部设在宾夕法尼亚州 兰开斯特的福尔顿银行同意 承担这家倒闭银行的几乎所有的存款 并且买下几乎所有的资产 共和第一银行的32家分行呢 是最早在27号作为福尔顿银行的分行就重新开业了 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说呢 共和第一银行的储户最早可在26号的夜间 通过支票或者是自动取款机来提取资金 预计这家银行的倒闭呢 让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损失了6.67亿美元 这是美国今年首次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承保的银行破产 那么上一家破产的银行呢 是总部说在爱奥瓦州所课程 在去年11月破产的公民银行 那目前呢在美国是属于经济强劲的啊 那整个大环境是这样的 那全美平均是每年只有四五家银行倒闭 利率上升和商业地产价值的下降呢 加剧了许多地区和社区银行的金融风险 由失去价值的房地产支持的 为偿还贷款呢面临着再融资的风险 那2023年的三月 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等接连倒闭 一度引发了全美金融市场的极大恐慌 但是呢这个风暴在2024年 实际上现在又开始酝酿了 此前呢 由于纽约社区银行自称是 其银行风控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就引发了储户挤兑 一度导致其股价的暴跌 市场的担忧情绪呢 就变得特别的扩展 所以呢银行倒闭的这个消息啊 对储户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美国呢 那现在经济的大环境啊 就是就业啊 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存钱不易 而且生活成本又特别的高 那银行倒闭就意味着 这些年辛辛苦苦存的钱啊 可能会复制动流 在美国啊 就很多银行在濒临破产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其他的银行来接受 那也就是说 储户实际上呢 还是可以取钱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家银行啊 他这个共和第一银行呢 他就被另外一家银行给接手了 那也就是说 储户存在第一银行的这个钱啊 是可以在未来接手的这个银行 继续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的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相关消息 特斯拉的公司的CEO 埃隆马斯克在28号的时候呢 突然的访问了中国 他在抵达北京之后呢 和中国的冒促会会长 任逢兵毁灭 并且表示呢 说很高兴看到电动车在中国取得了近战 那马斯克此行呢 是迎中国冒促会的邀请 抵达了北京 那中国冒促会的会长任务斌呢 在28号会见了马斯克 就下一步合作等相关的话题呢 进行了交流 马斯克表示呢 说未来所有的汽车都将会是电动的 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呢 此行是马斯克对中国进行的一场 令人意外的访问 此次中国知情 实际上在此之前呢 是并没有公开的 知情人士表示说 马斯克正在寻求 在北京与中国的高级官员会面 讨论中国推出的全自动驾驶FSD软件 并且寻求获得批准 报道还说呢 马斯克此行呢 也是恰逢北京车展举办之际 不过呢 这一次的北京车展的特斯拉在车展上 是没有展位的 马斯克在20号的时候 曾经表示说 特斯拉可能很快的就会向中国的客户 提供全自动的驾驶软件功能的FSD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 就是推特上啊 也是回复一位用户 询问特斯拉将会在何时 在中国推出FSD的时候呢 就表示说 这个应该是很快就会实现的 特斯拉呢 实际上是在四年前呢 就推出了这个FSD的这个功能 这个FSD的功能就是 全自动驾驶的功能啊 它是一个软件来支撑的 但是呢 这个功能目前呢 在中国是没有上市的 包括像蔚来 小鹏 问界等等这些中国汽车制造商呢 一直在寻求通过推出自动驾驶软件 来获得在电动车方面的优势 那特斯拉呢 那特斯拉呢 在这方面也是不想落下的 在汽车数据这个方面呢 根据中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呢 实际上特斯拉是在2021年开始呢 就把在中国收集的所有的驾驶数据呢 目前都是存储于上海的 它并没有将这些相关的数据传输至美国 马斯克呢 可能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将在中国收集内的这些汽车驾驶的数据呢 船至海外把它进行自动驾驶算法的训练 它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啊 专家指出呢 实际上中国的交通状况呢 跟其他的海外市场相比呢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市场是变得更为复杂的 比如说像中国道路上呢 行人和自行车的骑手呢 实际比海外更多 因为它人口密度比较大 而且大城市比较集中 那这种情况下的这个驾驶数据 对加速培训智能驾驶算法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你能应对复杂的环境 那么你像美国这种啊 就是人相对来说比较稀少的这种环境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无人驾驶技术 它都在三番市的市中心进行模拟训练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的车多人多 然后道路复杂啊 如果在三番市这边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放在东湾南湾的话呢 那就变得轻松很多 特斯拉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对FSD啊 进行了版本的更新 将FSD后面的测试这个词就去掉了 改为了监督 那么目的呢 就是表示说特斯拉的FSD能力呢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按照特斯拉的说法 就是说新的这个技术 就是它新改版的叫做FSD监督呢 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驾驶特斯拉 进行车道变换选择插路口 甚至是遵循导航路线 那么在其他车辆和物体周围导航 以及左转和右转 那么对于大家都在关注的 就是特斯拉的FSD 什么时候能进入中国呢 那特斯拉在29号啊 最新也有个回应 说目前呢 FSD入中国还没有事件表 那知情人士说呢 特斯拉将会通过和百动公司 在地图和导航功能方面进行合作 扫清在中国推出的 先进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些关险障碍 那么在到访中国前的一周左右呢 马斯克就宣布了说 要推迟访问印度 当时呢 他给出的理由呢 是特斯拉的公司业务非常忙 自己走不开 那根据印度的媒体报道 他们在报道马斯克访问中国的 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他们的标题都是说 马斯克宣布推迟访印数日后 就访问了中国 印度今日商业的网站 更是直言说 此前呢 川马斯克访问印度 将会宣布在印度 兼特斯拉工厂的大动作 但是在可预期的未来 特斯拉在印度建厂的计划呢 实际上还是存在着 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另外呢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 处理协调中心发布的 关系汽车数据处理 四项安全要求检测情况的通报 那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生产的车型 全部符合合规要求 是唯一一家符合合规要求的 海外企业 那特斯拉是唯一的一家 海外企业 那根据这个通报当中呢 像比亚迪 比想 路特斯 核种新能源 蔚来等六家企业 的76款车型 符合汽车数据安全的 四项合规要求 行业人士分析认为呢 说这意味着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生产的车型是通过了中国国家 车辆数据安全的权威标准和要求 有利于全面解除 比如说像机关单位 机场高速等 对特斯拉这种智能汽车的 进行禁停限制 通报显示说 特斯拉作为首批 通过中国权威的车辆数据 检测的企业 在车辆检测过程当中呢 是严格按照相关的 法规标准和检测流程开展 符合国家 汽车数据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 信息安全技术 汽车数据处理安全要求等 法规标准有关规定的 四项合规要求 车外人脸信息等 秘密化处理 默认不收集 座舱数据 座舱数据 车内处理 处理个人信息 显著告知等等 那此前呢 根据媒体报道说 2023年的8月 湖南岳阳三河机场停车场 是禁止特斯拉入内的 机场方面 当时表示说 因为特斯拉有哨兵模式 存在着泄密的风险 那么就哨兵模式 特斯拉回应说呢 这个哨兵模式 实际上在很多品牌当中 就是这种电动新能源汽车当中 也成为首位模式 是目前主流智能汽车标配的一种智能安全配置 并非实际上是只有特斯拉有这个的 实际上其他的也都有 那特斯拉车辆在出厂的时候呢 这个功能是默认的处于关闭的状态 需要车主手动开启 这个功能才能使用 那么在手动启用哨兵模式之后呢 车辆上锁 并且挂住车档的时候 如果检测到附近可能存在着损害 或者是盗窃车辆等等这些威胁的时候呢 系统会向车主发出警报 并且记录车辆周围的一些可疑活动 将视频片段保存在已经安装的USB的设备当中 为用户带来用车安全的保障 那特斯拉说呢 车辆的这些数据啊 只离线存储在车内的USB的设备当中 车主和特斯拉都是不能远程在线查看的 另外特斯拉已经在2021年 上海数据中心实现了数据本地化存储 所有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车辆所产生的数据呢 都是存储在中国境内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由华为和中国汽车公司赛利斯 共同推出的一款新能源汽车问界M7 那这款车呢 在中国也是特别的火爆 这款车的样子也是挺好看的 那他这个车呢 最近呢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消息说呢 涉事车辆在撞击之后呢 安全气囊没有弹出 车门也打不开 最终啊 导致三人因为车辆期货死亡 事发之后 问界方面回应说呢 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调查 那这个事故呢 是发生在北京时间的26号的下午 当时呢 是一辆问界M7 在山西运城下线的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以一辆洒水车追尾 碰撞之后 车辆起火 导致驾驶员和乘客三人不幸遇难 根据网上传播的画面显示呢 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车的车头部分是突然起火 而且这个火势还是蛮大的 那现场呢 也是有人尝试营救 但是呢 后车门没有打开 随后呢 便开始砸窗 就把这个车窗给砸破了 事故的当事人家属呢 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 事故车辆是在今年1月份买的 才买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具体车辆的配置呢 自己也不太懂 购车的时候呢 宣传说有AEB 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的制动 就是购车的时候呢 说有这个功能 那对于此次问界M7起火的 这个事件呢 问界方面呢 也是迅速的通过官方微博做出了回应 对于事故当中出现的人员伤亡 他就表示说深表通心 那根据中国国家平台数据 接入管理规定 了解到这个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呢 车速是115千米每小时 安全气囊是正常打开的 动力电池的特性呢 等等这些啊 都是正常的 随后呢 问界公布的调查原因就显示说 事发的这款车型呢 是入门款 并非是自驾版 另外呢 这个被搭载华为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那非自驾版AEB的工作范围呢 是在4到85千米每小时 碰撞时的115千米每小时的时速呢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AEB的触发范围 那事故车的动力电池包呢 特性是正常的 代表着不存在着电池自燃的情况 那具体的起火原因呢 还需要等待交警部门的调查结果 事故发生的时候 事故车的安全气囊是正常打开的 不存在着安全气囊没有工作的情况 那根据了解啊 这个安全问题一直是问界比较关注的方面 此外呢 华为制定汽车解决方案的董事长于成东呢 也曾多次在问界 质界等这些新车发布会上夸赞 说华为汽车的安全性是遥遥领先的 尤其是引以为傲的AEB系统 那么基于对华为汽车AEB系统的自信 于成东曾经说呢 有了AEB系统想撞车都难 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的 华为的AEB系统并未将时速 115千米每小时的问界M7杀停 最终呢也是引起了火灾 导致了乘客的丧生 那根据了解啊 就是问界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来调查这起追尾的起火事件 虽然问界目前市场的保有量 还是不太高的 但是此前呢 已经发生了多起相关的事故 在2023年的11月13号 当时一辆华为问界M5 自驾版的汽车 在倒车的时候呢 撞上了后车 并且骑上对方车顶的这个视频 是在网上流传的 视频显示说 被撞的车辆来到路口后呢 暂时停车 前方的问界M5 在倒车的时候突然加速 绕了一个半壶 然后快速的撞上了后车的左侧 导致后车的侧车门 有一定程度的凹陷 由于速度比较快啊 当时这个问界M5的后轮 就直接开上了 它后面撞的这部车的车顶 除此之外 在2023年的12月 另外一家问界M9也是发生了追尾事故 当时呢 从网传的图片上来看啊 追尾公交车的问界M9的车前机舱盖撬起来了 而且还变形了 这部车的大灯呢 疑似被撞了 公交车尾部没有太大的损坏 有汽车博主说呢 出事的车辆呢 是为问界提供给媒体的试驾车 那么在碰撞发生之前 车辆已经启用了AEB减速和转向避让 但是呢 由于驾驶者对车辆还不太熟悉 选择主动介入 导致了碰撞的发生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最近啊 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它在会上呢 就宣布了新一批的会台避民政策措施 那共有三个方面 共13条 那在此次新政党中呢 有四大举措 便离台湾同胞 福建交流和工作生活 第一呢 就是敏政通APP设立台胞专区 二是提供在平坛综合实验区工作的台湾人 所得税的税付的差额补贴 免身吉祥 第三是完善台胞医保健保福建线上服务平台 那第四呢 就是向马祖同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 马祖同胞呢 可以享受福州全市范围 公共交通以及指定酒店住宿的优惠 入住台胞免租房 子女入学等等 这些相关的便利推动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 有六项举措 扶持台湾的企业发展 那包括呢 由中国全国台企联发起设立的台商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 并依托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进一步服务台资企业 另外在福州厦门全州实施对台跨境贸易便利政策 加大对台资农业企业金融服务的支持 支持闽台航空船舶和企业发展 推动闽台共同开展标准共同合作 三项举措鼓励台湾同胞福建就业创业和培训实习 那么其一呢 就是组织实施海峡两岸互联网营销师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计划 第二呢 就是拓展台胞参与福建气象工作渠道 第三就是为台胞在福建参加多种类的船员培训 深办大陆传言整书提供便利 那福建台办的副主任陈志勇呢 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说 下一步福建省将会继续以台湾同胞的福祉为念 率先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和成果 那根据媒体的梳理呢 说目前夏金福马新四通项目大陆策的工程呢 也是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比如像通气方面 厦门策的相关的起源站竣工验收 并且具备了投产的条件 那这个福建公布的这个会谈十三条啊 实际上相当于是马祖人和福州享受的是同城的待遇 最近呢 在全美国的很多高校都很多学生呢 开始搭帐篷抗议啊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也表示说 研究表明大学校园里的学生 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啊 现在都是更加的具有恐惧感的 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这个大学的教授叫做罗伯特·佩普 他跟主持人 马格丽特·布伦南呢 就聊到说 我们了解到的一件大事 就是大学校园里的恐惧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广泛和强烈 比如说像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的这项研究呢 就涉及了全美数百所大学的5000名学生 那这个大学的教授就说 他说 总体而言 56%的犹太学生表示感受到了人身危险 紧随其后的是52%的穆斯林学生表示感受到了人身的危险 16%感到危险的学生呢 是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穆斯林 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不安全 佩普表示说 学生们只是对他们在校园里看到的情况做出了反应 学生们表示说亲眼目睹了肢体暴力和恐吓行为 犹太学生看到犹太建筑遭到袭击 穆斯林学生看到了一些人对穆斯林的反击 那些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穆斯林的学生呢 他们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受到了攻击 根据了解呢 这项研究呢 是在去年的10月7号 哈马斯续基以色列和以色列开始入侵夹杀之后的12月到1月之间进行的 但是远在最近一波小园抗议的浪潮之前 最近的抗议活动呢 实际上也是引发了学生们对仇恨和恐吓言论的抱怨 尤其是犹太学生 但是不仅限于他们 这个教授还说呀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减少这种丑陋 而不是立法者单方面的政治的化众俱虫 你需要有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方法来平息超出人群控制范围的紧张局势 而不是简单的说一方是对的 其他人都是错的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说呢 以哈冲突显然让美国人感到意外 因此呢在美国没有真正到位的计划来应对这种影响 美国人的长江校园的抗议活动与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抗议活动联系在一起 但是呢这个教授就指出了说那个时代呀已经过去了很久 无法为缓解全美校园紧张局势提供一个范例 教授还说呢在1960年代抗议活动当中呢 几乎没有领导我们的政府或者是大学的领导人参与 他说今天的处理问题是新的 但那也不是全新的 但是说今天的情况和那个年代的情况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朗普的最新的消息 最近呢他经常啊在演讲当中呢提及说 拿拜登和40年前的吉米卡特总统进行对比 最近呢在封口案的审判开始之后呢 特朗普在竞选活动当中呢就抨击拜登说 说拜登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比卡特差很多 他说到这个卡特的时候并不是说卡特有多好 他是说拜登比卡特还差 对于拜登来说呢 卡特和他的情况是有点一样的 那拜登呢是在美国担心通胀的时候呢 寻求连任的 但是今天的经济呢 实际和当时卡特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在美国和其他政府刺激支出的推动之下呢 新冠疫情后的反弹一直被认为是全球通胀的罪魁祸首 那么作为回应联储会就提高了利率 但是目前的有效联邦基金的利率呢是5.33% 而在1980年大选前的关键时期 基准利率呢还在17%以上 30年期的抵押贷款的利率呢 大约是卡特政府鼎盛时期的一半 失业率还不到卡特任期峰值的一半 那全美汽油的均价在本月呢 超过了每家轮是3.6美元 高于特朗普任期的3美元 在卡特之争的最后一年呢 当时油价达到了4.5美元 天纳西大学研究集体公共技艺的教授就说呢 说我们将卡特任期作为视角 重新考虑我们如何衡量任何一届政府的成败 那不管特朗普说什么 就是卡特与拜登的关系呢都会持续下去 当卡特国葬到来的时候呢 特朗普预计将会受邀 但是发表到辞的将会是拜登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